我叫做Global Fishing Watch 每一条船 因为它有很多微型定位 所以你到底跑到哪里去抓有没有轨机 你在哪里去抓有没有跑到哪里去 清清楚 它就是用了巨量的资料在做 用它的资讯技术 非常的令人惊叹 因为它这个累积的资料 你在哪一年 每一条船怎么走 清清楚 所以这一旦公开 那么这些鱼船想做坏事 想去复理归 你大概就会被带到 所以这个 以后公开的管理其实很不错 可以靠这些资讯技术来 那鲨鱼的误谱在银银里面讲的很少 鲨鱼的这个 这种鱼获也讲的很少 但是呢 它有谈到这个 像这个鱼鳍 我们这个去年 五月水还蛮骄傲 所以你看我们还蛮先进的先推出来一个叫做鱼 鲨鱼齐不离生的政策 对不对 各位听过吗 就是因为在国外这个 很多 为了中国人不见得只有台湾来 香港 中国大陆 大陆需要吃鱼饰 所以鱼饰比较贵 鱼鱼的肉 还好吃有点尿酸味 除了鱼真的习惯了 就OK了 他们就说 把鱼都掉了 那个鱼太重了 就浪费我们有钱 我们应该把鱼船 空多一点空间来抓鱼吃 所以这个很多鱼就 杀鱼就完蛋了 对不对 国际保育团团体就 非常的反对割起 那么 所以现在不准割起 那你怎么办呢 他知道政府要求你要把鱼 绑在鱼的身上 进岸的时候 中国只有带鱼回来 鱼不带过来 这样各位懂吗 这叫鱼不离生的政策 这其实是好事 但是 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人 在东南美洲有黑道 在里面坐 经营鱼鱼鱼鱼 鱼 叫他们鱼鱼 所以政府绑当 他在国外去做这些本事 所以这要成败 大概就是从教理做起 我们希望我们每个国民 都能够 这个 要注意到这些事情 那限制鱼 其实是保育的另外一种方法 抓过头 当然要少抓 这个曼鱼 有些准备 你要限制他抓 包括 这个物种 整个不能抓 就是完全进鱼 对不对 真正台湾完全进鱼的海水鱼类 到现在只有三种 各位知道哪三种吗 这里照片有 豆腐沙 比2008年 一条都不能抓 对不对 去年通过了这两种 这个叫龙头鱼鱼 这叫龙王钓 这是龙头鱼科最大的体型 这是鱼鱼科里面 体型最大的鱼 所以我们的这个结论 这个就是这里面 这个体型最大的鱼 大家都会推荐别种 我刚刚已经给大家找到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 限于是一种方式 责任制鱼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都不见得有效 保护区其实是最有效 干脆那个海鱼整个画起来 大家不要进去抓鱼才好 所以你这样一块的保护区 你的大型一类就是 就是毁速直线上升体重 直线上升 上千篇的文章都告诉你 大的鱼要多保护 鱼跟人不一样 人有更年齐 鱼没有更年齐 越大越人生 而且品质越好 数量越多 对不对 所以这大家也不知道 看他本来就抓了 所以应该时间快到了 对吧 所以整个全世界都在推海洋保护区 那当然海洋保护区 更重要的就是 他生态旅游的目的 对不对 所以 从最近这四年来 画了很大的保护区 画了好多个 包括美国 像普世纪很像 而且画了两个 这是去年 阿斯陈奥特尼亚 画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海洋保护区 那么 这个时候 欧巴马又更得要 想画最大 但是还没有超过 阿斯陈奥特尼亚 又能第二大保护区 这是国际上的努力 这是最新的一个全校海洋保护区 澳洲是最好的国家 澳洲这边都是深蓝社的 对 所以 我们现在 跨房 海洋保护区有何问题 包括管理是不是有效 财务是不是健全 和深蓝系 是不是每个深蓝系都要划到 社区的餐饮 因为公海是大家最近正在努力推的 所以 很多海洋部的部长都共同呼吁 公海的保育 所以公海的保育 直到IUC在幕后推动了以后 终于在上个月 联合国通过了一个议案法育决议 要求发展有关公海海洋保护区的管理的协定 今年9月联合国海外大会 如果真的有进展 台湾就是真的要紧张起来的 因为我们的营养学 就开始要受到很大的冲击 好 这个 我刚刚没有讲到这个 南极海这边有多四海 其实就是本来都没有人要去抓 因为全世界最干净的一块 结果现在有二十几个国家的游泉 跑去抓 跑去抓了以后 这边的南极学宇就一下被抓掉 所以我应该时间关系的影片就跳过去 我们台湾虽然没有直接去抓 但是要付责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进口它 这就是各位知道的语言学 你到台湾去 一般就看到 这语言学一公斤就白白不贵 所以我们要付间接的责任 所以各位 每个人要是拿过一块 排鲜池来 我告诉各位 不要去吃它 对不对 这个 全世界的希望 有五十个地方 跨成 这个 海洋保护局 主要在推的这位 这个 影秀的我 海洋保护的前辈 这个《Vision Blue》 这个电影 去年《杀青》 然后真实放映 我正好有机会到外图 看到它在播的影片 还有一个 各位 现在看不到的不关系 回家用YouTube 你打 一样可以看到 遇到 可以去看 所以我想台湾的 我就特别就不讲 台湾的保护局 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有很多进展 包括实际保护法通过了 海洋保护法通过了 对不对 这个都是对我们海洋生活保护 其实是好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教育 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 就在退这个海洋保护局的教育 但是成效不是太好 对不对 到现在就可以看到这种新闻 对不对 那么所以这是 为什么我们在推这个 雨线镜头 这个影片 那么生态标章 影片里面有讲 都在告诉我们哪个海鲜 可以买哪个海鲜 不能买 有个logo在上面 MSC就是影片里面所讲的 但是MSC有它的问题我不讲 但是这个海鲜指南是另外一条路 有20岁数个国家都有它的海鲜指南 喜欢没做 所以我在几年前跳起来 就用单的去印了那个 到现在反应很好 大家都很愿意帮我来推广 所以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海鲜指南 在手机上也可以下载 我们最近在更新资料 希望大家消费者自己来决心 自己来努力 大家4%都是看有没有 营养卫生 产销举例 这个阿吉斯那时候还不错 叫我们不要浪费食材 但是没有人讲 乳吃的种类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要努力退的 所以这个 吃与台湾 很多人吃与 但台湾的问题是 吃的与种类太多 人家只吃这些 什么都吃了 没办法 所以这个 我们又特别去抓住大物 负责任更高 吃这个鱼 要负责任吃下面的鱼 是一百倍 十倍 下面的一百倍 所以这个 就是 注意事后面 最近在推的良心寿司 想想各位 也不是想想各位 是真的 因为大型的鱼类里面的 通金属的鱼类 量越多 小孩子不好吃 不许 最好不要吃 包括孕妇 那么 试卷还能 每天6月8号 我们就会奉务团集 回来配合 来做这件事情 好 我想因为时间 超过了一点 其实没有 哎呦我们有延 不过我想再留点时间 给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